第六回 就海大富了 场景就是指见 黄太后和海大富三掌相底比较来历 太后手中 左手的手上面 还有多了一把短冰印 是鹅微刺来的 正是慢慢地 趁到眼瞒一样刺向海大富的小福 但是呢 鵝眉翅是刺到海大庫小福前赤幾已經無法前進半寸了 可能是被他內極所阻 雙方僵持起來了 上文就講到 原來海大庫一早就已經知道韋小寶殺了小桂子 就假扮 並且假扮小桂子 自己雙眼也是韋小寶獨版的 雙方就攤牌起來了 但是韋小寶 見到這個形勢就危急 趁海大庫眼瞞的時候 就慢慢就這把削血如泥的避手 想著趁他 不過了一下就捅到他的胸口 捅死他 那海大庫就不知道他有把這樣的避手 想著怎麼都不怕你 突然之間覺得狂氣一閃 立刻用左手抵擋 左手抵擋的時候 四隻手指已經斷了 避手太過鋒利了 衛鎮飛的時候已經斷了 那隨之然又將一打 就打到海大庫 打到韋小寶去幾將之遠 那海大庫就想著 是這一將之力就足以打死了這個韋小寶 那就非常放心 那呼呼了金槍藥之後呢 就走了出去 原來呢 海大夫婦完約之後呢 當晚就立即去找黃太后 和黃太后單擺擺 而韋小寶逃走了出去的時候呢 也都應約了 繼續應約那個黃太后的小宮女瑞初 就去到應約了 帶了一些糖果去 雖然他傷了 但是不太傷了 不知道為什麼 中了一張也不死得有 甚至是輕傷了 那應約的時候呢 又見到海大夫婦又來到黃太后 那裏 那裏就看到他們兩個在那裏 物以商討激烈爭爭之餘 那就 韋小寶就偷偷在那個魚池旁的賈山之後呢 就偷聽了 聽他們兩個說什麼呢 開頭他就以為海大夫告他撞 說是韋小寶殺了小季子 那跟黃太后說 但是心想這麼小的事實 驚動黃太后 總是有些東西 那他聽了先 原來海大夫呢 就是康熙皇帝的父親 信治皇帝的派來的特使來的 他主要的職務呢 就受信治所托 是調查 是誰敬皇后 孝康皇后 清妃和榮親王 四人的死因 榮親王 即是信治的兒子 其中一個 那他就不斷地查一下 公中有什麼高手 暗殺這四個人 最後呢 最近他就 終於發覺了巧妙了 就是 教康熙那個背後的高手 估計就是殺這四個人的兇手 所以今天呢 一早就已經和韋小寶 攤擺 他就說 這個兇手呢 就是我們眼前這圖所見的王太后 那兩個人聽不到數呢 又打起來了 海大夫是武功佔優的 內敬力都好 但是由於雙木組 原本沒有什麼優勢 但是王太后一時心慌 被他激到心神意亂之下呢 激到他鬥起耐力上來 王太后就用單獎迎接 海大夫相掌 左手再拿著一個蛾微刺 想著有著數慢慢刺下去了 誰知條數計錯了 誰都刺不到下去 原來海大夫太強了 令到他無法撤進 眼看右掌都頂不住了 形勢僵持不下再糾纏下去了 都是海大闊戰 估計王太后鬥多半個時辰左右 都不夠就死掉那隻了 這個時候 韋小寶就想 就見到如果王太后都死了 自己就更加不利了 所以海大夫就會找到自己尋不尋 所以就突襲海大夫背後了 突襲的時候 海大夫就發現了 即時踢飛了去 又踢飛兩三象之遙 好在韋小寶身上面 有一件冒快 抄奸回來的寶依護身 所以今天才沒有死 再受這一腳都是輕傷之餘的 那王太后就趁著海大夫一時分神 內力折 稍減之餘 就成功 左手那隻 左掌 左手持著那隻 鵝眉翅 真是插中了海大夫 海大夫 糟糕了 開頭就 奔神踢偉小寶 最多受你王太后一掌 就不知道原來他 左手持有 這麼鋒利的鵝眉翅 一插進去 就收工了 可以領辦盒收工 就重傷不死了 我見到這個時候 期間有很多太監 和太監和侍衛 民聲而至 因為海大夫 尖叫慘叫之類 引到來了 王太后趁著太監未到之時 即時叫韋小寶扶會回到太后寵室 韋小寶扶會回到太監 那些太監先到 就品名太后 見到太后沒事 就胡亂堆砌 太監就說 可能是外面太監 有些人內鬥 太監打架 死了個老太監之類 王太后 見他們 都不用我自己說謊 他都跟我砌 他鬼這麼開心 當時 當時就叫他明日才嘴咒 就跟韋小寶講 今天他又救駕有功 只要能夠守到這個秘密 不要將海大夫 就胡言亂殺四人的兇手之類 那些廢話 說了出去 日後自當重上 那韋小寶當年謝恩而去 韋小寶見到最大的 知道他是 模型小桂子的海大夫都死了 自己早前抄家 奧拜回來 45萬兩 又重新回回代內平安 鬼這麼開心 就非常歡笑地回家 回到自己的寢室入睡了 大家看回這幅圖 有沒有少少回憶呢 拜拜 拜拜